錦平街 錦平街 錦平街上網找不到太多歷史 不過不要緊 都照看一看 為何大雄會想拍這條街呢? 因為我在地圖上見到這條街是頗有趣的 正常來說的一條街是直不甩的 或者彎曲曲的路 但我發現這條街不是只一條街 而是幾條街連同一個名字 錦平街 令我很想逛一逛 到這條街是怎樣的 這裡有些餐廳 另一邊 這邊有個奇趣天地 甘稀地產 有一間配鎖匙 素食超市 奇趣天地 ICBC 好 繼續走 這邊有一間大塊活 這裡應該是有個變電廠吧? 通常有這些呢 這一區都會比較少人一點的 我猜我未必會走回頭路的 所以我就特意拍多一點點 活一線 我猜我猜 敏南風味的港式火鍋 OK 這裡有一些 雜不甩的店 什麼都有 一會兒都會露過一次 這裡其實是一家薩利亞 可能我剛剛錯過了 不要緊要 好了 這裡就有一條好像橫街 但原來這條街都是同一條街 都是叫做錦平街 好 調校角度先 這裡好正啊 雖然我轉了兩次街 雖然我轉了兩次街 但看看地圖 這裡也是叫做錦平街 看看這裡吧 錦平街 這條街 四十至四十八號 然後轉頭看一看 這條街 先往中間 這條街 三邊都是長的感覺 這條街 三邊都是長的感覺 好,繼續走 我又轉了進另一條街 錦平街 看回地圖 這裡都是錦平街 我們又看看 錦平街六十號 真是這麼有趣 這條街 這條街 全部都是錦平街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上網就 未找到太多歷史 遲些有機會 真的要找回 這條街 這裡又是另一條街 一會兒可能都會 走一走下去 好,繼續走 這條街 這個錦平街 就差不多完 了 那裏就放了一堆木材 這樣 你看看路牌 錦平街 這裏就是盡頭來的 這裏就寫著另一條街 這裏就是另一條街 亦也不通的 那裏再上 是另一條街 是一條私家路 那裏便不特別進去 那裏便不進去了 好,現在回趕回 這裏 这里三边都是长的感觉是很有趣的 我应该就不会走回头路 所以我就走中间两边都晒船 这里也住进来 这里原来仍然是感平街 这里有个牌 感平街80-118号 走到尾就有个休戏处 没什么特别 我看看那里是不是感平街 感平街 那条后巷应该也是感平街部分 不停地看一看 旁边有少少商店 不特别看 不特别拍摄 这里是英王道 新都城大厦 好,那继续走 继续探索这个有趣的感平街 有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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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懂得读这个字,门字给我创是读吻,吻南的吻 多谢马小姐加教我 终于学会了这个字,吻港小厨 吻南风味港式火窝 我应该不会走回头路的,所以我就不断看这些什么 工程的士公司,有个建筑建材,有个洗衣店 这边都是一些工程公司 洗衣,洗衣店,竹肉 这边看来都是车房为主,有间卖茶具 那我们继续走 好了,走到这里,走极都仍是感平街 这边就是有一堆车房,不特别拍摄了 这边才对 好了,那边我都不敢走 其实上面都仍是这条街 好了,下回去了 一条冷行 一般的年轻 一般的年轻 但是这里,旁边有一堆店 有趣地,这里也是感平街的一部分 好了,继续走 一般的年轻 有一批食肆,还有这间是做草蜜美容的 苏九家,应该都是食肆来的 这个像是酒吧餐厅 这个像是香咖啡 这个像是咖喱,肉骨茶,露面 这个像是吃西餐的 这个西餐厅有锅的 有只连灯珠的 看见到 特尼笑尾 好了,这里也是感平道 很有趣,这条街就是 分开了好多条世界 全部都是感平道 好了,现在回回来了 这里是七姐妹道 今天拍过一次 这边是书国街 好了,这段片就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 和我一样,都觉得这里很有趣 想不到一条这样的 感平道 这个感平街 感平街 分开了这么多节 这么多条世界 都是叫感平道的 又说错了 感平街的 好了,这条片来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